历史世界频道 俄罗斯联邦军队 俄罗斯联邦军队是俄罗斯军事力量最主要的部分 其前身主要是苏联军队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驻军 1992年5月7日 由俄罗斯总统叶尔卿签署命令建立俄罗斯联邦国防部 并命令俄罗斯联邦政府接管俄罗斯境内的所有前苏联军队 俄罗斯联邦军队正式成立 俄罗斯联邦军队在中文语境中通常简称为俄罗斯军队或俄军 俄罗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现任总统魏弗拉基米尔普京 根据俄罗斯政府的定义 国家禁卫军、边防军等部属于国防部管辖的准军事部队 并不属于军队 而是定义为其他类型军队 目前俄罗斯联邦军队有102.7万人 加上国家禁卫军、边防军、铁道军、联邦通信和情报信息部队后 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总人数为201.9万人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着力于在援助俄前苏军的基础上建造一支精简高效的俄罗斯联邦军队 1993年发表的一种新的俄罗斯军事理论 认为有必要将前苏联时期力争的全球军事影响力缩小为对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区域性军事影响力 在应对高强度的区域性冲突的背景下 这一理论认为俄军应该更小型化、轻型化、高度机动化、更专业化以及更快速高效的部署能力 2005年 俄军用于军事采购的预算首次超过了对外销售武器的收入 达到65亿美元 2006年 俄军军费达到了90亿美元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军队 当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成为总统时 俄罗斯军队的状况基本上还停留在苏联解体时的状态 不少武器装备已经比较老旧 不过仍然还是相对可靠的 比如AK-74突击部枪以及SVD狙击部枪 因此 这些武器近期内恐怕不会大规模的更新 腐败在俄罗斯军队中 他认为俄军已经成为笨重 2022年俄乌战争中 当大部分人认为俄罗斯军队攻陷乌克兰只是几天内的事 但俄罗斯军队首两天随即暴露所有致命问题 情报出错 战术运用守旧 装备欠缺保养 军队士气等等 令整个军队作战能力备受质疑 是否能称上世界第二军事国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